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mmu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3年4月13日 來玩這款火柴人M 這是一款火柴人正版續作放置卡牌RPG手機遊戲 於4月13日雙平台正式上線 遊戲代言人王靖 之前預約人數突破100萬 先下領取英雄召喚券10 火柴488 五星英雄碎片50等 幻魔入侵邪惡的氣息影響了整片大陸 世界面臨危機之際出現的4大陣營勢力 共同對抗幻魔 我們將跟著主角承接怪物守衛世界踏上冒險之路 遊戲的玩法是時下常見的放置幻皮手遊 4人物解鎖易手系統和上陣6位火柴人英雄 4陣營加2陣營的克制關係 陣營BUFF加成 雙方的戰鬥動作還算友善 有語音技能特效 人物畫風則是黑炭加上單一色彩 卡牌有全身Live2D的配置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幻米體驗 好火柴人M 那這邊有一些公告 來確定一下 伺服器已經開到36了 給大家檢測一下支援 給大家檢測一下支援 不要閃退 正在登入 不會閃退吧 好沒事沒事沒事 為什麼要再重登一次啊 今天開服的啦 早上開服的 有時候會炸服啊或是什麼意外 喔終於進來了 火柴人 喔這款我玩過啊 這款我玩過啊 我玩過陸服的版本 我不知道名字一不一樣 就一款放置掛機 然後題材 形象是那種黑色的那種火柴人 然後有加上一些顏色這樣 遊戲找那個演員王靖代言啊 剛剛那個公告有看到嗎 我對那個演員只有一個印象 就是他之前演那個返校吧 就是那種恐怖片返校 那個一開始是遊戲 然後後來 被大陸封殺 因為他有一個彩蛋 裡面有一個小熊維尼 就被封殺了 應該是他吧 他的上一款嗎 反正他有被封殺遊戲就對了 台灣的一個遊戲廠商啦 遊戲公司 總是要擴大擴大營業嘛 就是大陸上 開這樣 發售這樣 但是就被封殺了 好 蠻紅的吧 我的平常上也有玩 只是 電影的話我沒看 好我們回來遊戲吧 有時候這些遊戲他只是換個名字吧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換啦 剛剛有玩過啊 陸服的 那這個玩法應該就很換皮了啦 就是放吃瓜子 超換皮 小聲一點點 本來我還以為是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新遊戲啊 什麼的 因為現在遊戲 的一些宣傳照片啊 圖片他不太會直接跟你講啊 不像我的影片一樣 我的影片 開頭就跟你說 這是一款什麼什麼什麼遊戲 這是一款放置掛機遊戲 這是一款換皮放置掛機遊戲 直接跟你講了 沒有在場的啦 那一個遊戲還沒上市之前 一定要給人家一種期待感嘛 要保持神秘啊 不可以全部都給你看啊 所以只放幾張劇照啊 或是遊戲的一些 畫面 不是畫面 遊戲的那個 例會 角色例會這樣 然後甚至他在打廣告的時候 可能都是因為虛假的玩法 虛假的廣告 就是你平常在看廣告的時候點到的話 甚至他會偽裝成橫向的嘛 這個遊戲我也是進來之後才發現是直立式的啊 因為有人不喜歡直立式 有的人喜歡直立式 這不一定 那他做成影片 要把他 把他偽裝成橫向的 橫板的 天怒兇獸 好吧 既然是放置掛機 我們也不用玩太久啦 大概玩個十來分鐘吧 無力的話啊 不知道大家去點數看一下 好像有一些抽獎是不是 好像有抽獎吧 一堆留言 兩百多的留言 大概都是衝著那個抽獎去的 他都找那個 演員代言了嘛 那當然點數上常常的就是一些什麼 什麼Card啊 買Card點數抽獎啊 或者是 比較那個 重金的話就會抽iPhone啊 抽手機啊抽iPhone什麼的 哪會抽螢幕啊 抽電視喔 如果我簽名 他這個角色應該要自創的啦 名字啊 沒有什麼IP吧 至少我不認識的 就是 放置掛機 沒有什麼IP喔 沒有什麼IP 大家就覺得 吸引力比較低吧 就黑炭人 一群黑炭人 以前還在那個Fresh 看動畫的年代 火柴人 大家都會下載來看 就兩個火柴人 火柴人黑黑的打架 打來打去啊 所以火柴人那種類型的遊戲也蠻多的啊 大部分都是 動作吧 ARPG那種動作 左右護撞啊 左右移動啊 然後格鬥這樣 勝利 伺服器開這麼多 這遊戲廠商 沒有先評估一下這個玩法嗎 這玩法說實在很普通啊 就四個任務嘛 然後解鎖這個 異獸覺醒 然後可以提升我們的屬性啊 或者是戰鬥中可以使用 不知道他戰鬥中可不可以用 有的是神器嘛 神獸啊 神器啊 動作的打起啊 還OK啊 就他們雙方戰鬥的那個動作 因為我玩過比較劣質的啊 劣質就 進人互放 或是撞一撞而已 就沒了 好他的力會有live2D 沒有語音吧 沒有語音吧 好像到現在都沒聽到語音 大家都只有聽到我在說話而已 好 戰役 新手已經OK了吧 玩了7分鐘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說 那個遊戲帶來的王進 哇他這麼Fashion喔 他在那個返校裡面好像是 就那個西瓜妹啊 就是以前的那個 那個年代的學生都是撿那種 西瓜皮吧 清湯掛麵這樣 小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那個 我看那個 國高中生也都是撿那種頭啊 我那年代 哇 號稱100萬啊 算我一個啦 我有預約 然後你要用64位元的模擬器來玩 我用的是夜神啊 剛剛開頭有閃退一下 我本來以為不能玩 嚇到 想說完蛋了不能玩 不能玩還要再去用別的模擬器來找 開始是用雷電嗎 我們全部聯取吧 火台488是什麼東西啊 可以用來買召喚券 所以這個應該是那個鑽石啊 遊戲的鑽石 然後召喚券十連抽 然後頭像框 英雄碎片 然後這個應該是聊天室吧 我看看有沒有等級限制 有3-1才可以 通關3-1才可以留言 現在應該沒什麼留言啦 因為剛開服務而已嘛 我是下午時間啦 因為我都是睡到中午 那我們剛好睡片啦 睡片通常可以 可以使用 欸有語音喔 莫賽啦 一個綠綠的九尾 九尾壺是不是 就一個獸耳 然後又是黑貓這樣 好看啊 法術點控 控制系英雄 黎明賢哲 我叫黎明賢哲喔 音樂音效 切換帳戶 帳號 伺服器 對話碼 FB 我會把FB貼在影片消防資訊欄尾 對話碼不知道 你們要去找找看 去要要看 我現在還不知道 功能預告 預告之後會開什麼功能 這個代言人 他有出現在遊戲裡面 就他有重新做過這個 這個遊戲的這個介面 有的代言人是不會出現在遊戲裡面的啊 這個遊戲有做啊 把它貼進來 把它利匯貼進來 把它那個劇照貼進來 這邊應該是鎖坊 然後任務 營地 我們現在在營地嘛 很多玩法應該還沒開啦 這段還沒開 然後戰衣應該就是我們的那個 主線 然後放置手衣 10分鐘了 玩10分鐘了 好這是我們的卡牌 卡牌有語音 有沒有那個全身利匯可以看 雖然都是黑炭的 黑黑的 劍文 喔劍文裡面 好大概這樣吧 我現在就只有這幾隻而已 然後你也可以看圖鑑啊 我自己的畫風啊 只是看你喜必喜歡這種風格 就單一顏色 好異獸就是你要 痾...結任務嘛 結四個任務 然後可能會開啟 那我剛剛那個四任務在哪裡啊 不知道跑去哪 喔這個是不是 看一下喔不是 我在這邊沒錯 好這邊你就是要完成這個2-8啦 2-5啊 好然後這邊有 1 2 3 4 5 6 6個陣營 然後這邊有客製關係 還有陣營BUFF 客製在這裡 喔就 光安護客嘛 然後這邊有四陣營護客 這個就很換皮啦 我輸入火差人 搞不好可以出現我之前玩的畫面吧 不知道來找找找看 最後有開頭 好讓他打完吧 我們還沒有養成啦 要去養成一下 剩下等級你會打很快 好那就先試玩到這邊囉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